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斯克與川普的精彩對話 川普勞過慎唱 三高代謝寶專注於調節陰陽平衡 從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狀況 三高代謝寶能促進新陳代謝 恢復內臟正常運作 增強免疫力並改善血液循環 我們來聽聽加州劉先生的故事 他服用了三個月的三高代謝寶 血壓從145降至110 劉先生的膽固順跡也恢復正常 事力變好精神也更好 在8月12日 烏軍進攻傅爾斯克已經發一個星期 俄軍連丟1,000平方公里 佔領44個據點 簽名俄軍投降 戰方對俄羅斯非常不利 普京大怒 不僅臨陣換稅 用心腹代替俄國總長格拉西莫夫 而且拒絕與烏克蘭和談 今日 查連司機召開了烏軍最高統稅會議 烏軍司令西爾斯基將軍遠程感參加了會議 並報告了前線防禦行動 和赫爾斯克地區行動的進展 目前烏克蘭武裝部隊控制著大約1,000平方公里的俄羅斯領土 查連司機還指示了內政部長 其他政府官員和烏克蘭安全部門 為行動地區制定人道主義計劃 據彭博寫在12日的報導 俄國代理地區州長 斯米爾諾夫告訴普京 烏軍已經控制了 赫爾斯克邊境地區的28個城鎮和村莊 超過18萬人正在準備撤離 他說烏軍已經至少控制了40公里闊的邊境地區 但是根據軍事博主 Nakita的消息說 根據Deep State的計算 烏克蘭一路攻佔大約44個定居點 另外10個定居點的狀況 還不太明朗 這個估計還是極其保守 而在12日的早上 烏軍對別爾哥羅德地區的科洛提諾夫卡 也發動了大型坦克攻勢 別爾哥羅德州州長已經下令從這個地區撤離 烏軍透露 在俄羅斯赫爾斯克地區 有大批的俄軍自動向烏軍主動投降 烏軍已經接收了超過1,000名投降俄軍 還有俄國投降的士兵 向烏軍報告了3名軍官的創新地點 直接導致這3名指揮官創新 目前 除了烏克蘭軍隊的萬人部隊發起攻擊 還包含著俄羅斯自由兵團 俄羅斯武裝反對派 和喬治亞資源軍等 越來越多的反俄羅斯軍事組織 也參與了在抗俄的行動中 響應烏克蘭的行動 而有消息顯示 在烏軍不斷推進赫爾斯克州前線的時候 別爾哥羅德和羅斯托夫 都發生了原因不明的大火 網民推測這些火災的發生原因 很可能與當地不滿普京統治的俄羅斯民眾有關 試圖在烏克蘭進攻的時候 製造信號以鋁英外合的方式 對普京政權進行打擊 除此之外 CNN報導說 一前有12車的俄羅斯增援部隊 前往赫爾斯克途中遭到烏克蘭軍隊的伏擊 據說是遭到海馬斯火箭炮攻擊 有490人陣亡 這麼精準的遠程攻擊 原因據推測 可能是利用了公路上、監視器等各種新型的情報收集手段 確認了俄軍增援部隊的位置後發動襲擊 根據媒體報導 曝光資訊的不是敵方線人而是自己人 根據New Talk的報導 最新消息 烏軍已經佔工了是赫爾斯克的核電站 鄰近的10個州面臨斷電危機 而現在的只是距離莫斯科400多公里 F-16戰機45分鐘就可以到達紅象上空 因此俄羅斯將會面臨重大危機 外媒猜測 烏軍的下一步是否會趁機直攻莫斯科 或趁勢奪回 在過去遭到俄軍強行侵佔的領土 在8月12日 俄羅斯安全理事會會議上 普京表示 不會與烏克蘭進行會談 理由是 紮伊爾核電站遭到襲擊起火 是烏克蘭做的 根據俄語大世界在12日的報導 就在俄軍節節敗退的時候 普京決定林鄭換稅 已經任命了自己的心腹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 博爾特·尼科夫 成為抵禦烏軍的反恐作戰總指揮 普京這個舉動主要是基於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俄軍反擊作戰成果失敗 目前普京急需盡快平定局面 避免情況惡化 第二個原因是 烏克蘭特澤·庫爾斯克 被俄羅斯定義為恐怖襲擊 俄羅斯本土的反恐行動 你應該由負責國內安全的國家安全局全權負責 因此 博爾特·尼科夫擔任反恐總指揮 可以說是名證言訊 第三個原因是 俄羅斯在三個州實行反恐行動制度 並將指揮權從軍方移交給國家安全局 此外 五個大樓副新聞秘書 辛格表示 烏克蘭有權在俄羅斯境內使用美國裝備 華盛頓郵報也透露 烏軍方面正在申請美國批准使用 射程更遠的ATACM導彈襲擊俄羅斯 8月12日 美國參議院兩黨代表團到達基庫 與澤連斯基舉行了一次會議 雙方討論了 如何才能公平地結束這場戰爭 討論了烏克蘭對遠程能力的需求 雙方計劃了8月下旬 與9月的會議和談判 美國參議員格雷·厄姆在會議後表示 建議邀請美國F-16飛行員 與烏克蘭一起作戰 他說烏克蘭可以僱傭想要為自由而戰的退役F-16飛行員 根據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美國正試圖讓委內瑞拉總統馬道羅放棄權力 在明年1月任期結束前下台 以換取特赦 否則川普上台可能故事就要改寫 這三名了解拜登政府討論的人士表示 美國已經討論了赦免馬道羅與他 面臨美國司法部起訴的 多名高級副手的可能性 其中一個人說 美國已經盡力曉知以理 說服馬道羅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美國願意保證不追究這些當權者的責任 不要求引渡 2020年美國曾經懸賞1,500萬美元 以獲取能夠逮捕馬道羅的信息 馬道羅被控同日合謀向美國 販賣大量的可喀恩 但在過去兩個星期 馬道羅監禁了數以千計的異見人士 還維持了軍隊的忠誠 並委託最高法院 成月有他精心挑選的盟友組成 來解決選舉僵局 為自己爭取時間 雖然委內瑞拉反對派的前外交官 江薩雷斯 在7月28日的選舉中 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了馬道羅 也精心收集了選民投票結果 同時獲得了美國和盟友的支持 但由於軍隊仍效忠馬道羅 局勢可能很難改變 而一位接近馬道羅政權人士表示 馬道羅的立場目前沒有改變 而委內瑞拉在馬道羅11年的獨裁統治下 不僅經濟崩潰、外交孤立 還有近百萬的委內瑞拉人民外逃 比飽經戰亂的敘利亞 和烏克蘭外逃的人還要多 美國和哥倫比亞指責 馬道羅為跨境黑幫提供了避風港 並給予中俄等美國對手 在西半球提供蠟燭點 目前在委內瑞拉總統就職典禮之前 美國還有五個月的時間來達成協議 而拜登政府曾取消大部分經濟制裁 希望以此促進7月份的 委內瑞拉選舉的自由和公平 但如果之前沒有達成協議 而川普獲勝了 這樣談判可能破裂 因為川普可能恢復2019年開始的 對馬道羅採取的制裁政策 當時川普政府對委內瑞拉石油實施制裁 並支持委內瑞拉的影子政府推翻馬道羅政權 目前談判由委內瑞拉國會主席 馬道羅的物友約德瑞格茲 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內瑞拉政策負責人 艾瑞克森進行 美國國安委員會發言人並沒有置評 但表示美國支持國際社會 要求委內瑞拉保持選舉結果透明 並將根據美國國家利益 決定下一步行動 並將在我們選擇的時間採取行動 中共高層隱身不帶河 直至8月12日仍然沒有公開露面的消息 日前中共退休勞幹部 人民大學退休教授 冷傑虎發表至中共高層的公開信 呼籲中共退場 就和平統一台灣提出成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方案 除此之外 北京官場異常現象頻發 在8月11日 冷傑虎本人向大紀元記者證實了這封公開信是他寫的 冷傑虎的信是寫給中共兩名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和何偉東 和全國同胞海外僑胞 冷傑虎說 得知習近平病得很重 不能工作 黨政軍的全盤工作落在張又俠和何偉東身上 所以希望兩人支持 冷傑虎本人是老軍人 或者因為安全考慮 他在信中首先向黨表忠 然後就說早在2012年9月 他就被胡錦濤和習近平兩人寫了一封公開建議信 指出如果要解決日戰分起的民族矛盾 投案問題和六四事件等 聯邦制是最明智的選擇 主要內容是以聯邦制為框架 攜守台灣政府 共創中華聯邦共和國和聯合政府 將中共退出歷史舞台 當時獲得胡習的支持 打算讓他任政協副主席 參加2013年的政協會 操辦這件事 但因為有人干擾意見被割置 他還說 胡習兩人支持我的建議 表明他們是民主立憲的主導者 而不是獨裁者 他說 今天我一再發表公開信 堅持我在2012年9月提出的建議 是因為 目前共產黨面臨的形勢極其嚴重 冷傑虎提到 2022年在北京的立交橋上有民眾掛出大橫幅 共產黨必須下台 幾個大城市有民眾高舉 打倒共產黨的橫幅遊行 形勢不容樂觀 因此他建議走至中路線 用中華聯邦這個國家形式 統一兩岸實屬上上策 他說如果共產黨主動放棄一黨專政 就等於立了一個功 同時轉軌變形為民主立憲制度 不追求永遠執政 最終中共走完了歷史週期 退出歷史舞台 符合歷史潮流 而在2022年9月 冷傑虎又寫了 建議習主席 辭去黨政軍一起職務 致政協主席汪洋的公開信 也流傳到網上 目前 北京政局詭異 中南海好不太平 自從中共三中全會起 有關習近平的傳聞不斷燃燒 先是他中風 替身出場 其次是親信外出 事實講話不提及的名字 一些宣傳畫將他的畫像拿下來 還有就是鐵路部門 和外交部休假兩個星期 種種動作相當不尋常 而近日 中共前北京軍區司令司令員 楊勇的兒子楊小平 在微信平台發布消息說 暗示中共領導層可能正在經歷重大變化 楊小平在信息中提到 8月將出現超過奧運會 俄烏戰爭 以下衝突 委內瑞拉和孟加拉局勢的重大國內新聞 並說這件事將會成為 真正百年未遇大變局的信號槍 另外習近平在中共官媒上 出現與否 已經成為外界觀察中共政壇動向的風向標 最近兩個星期 新華社 人民日報 環球時報 央視網 解放軍報等主要的黨媒 對習近平的報導明顯減少 8月11日 女美時政分析人士陳破空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在這些傳聞中 習近平重病的可能性較大 而關於他遭遇政變或是兵變的說法 就相對不太可信 這些異常現象的出現 與習近平的健康狀況密切相關 而習近平目前處於一種十分詭異的狀態 這種 與當年斯塔林島下時的情況相似 在12日 川普在晚上8時左右 接受了英萬富翁馬斯克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X的採訪 不過推特空間出現了嚴重的技術問題 可能是因為太多人想加入 收聽的緣故 雙方對話在8時45分鐘繼續進行 說到目前川普遭遇到的槍擊案 為了讓觀眾順利地觀看 馬斯克在星期日就開始準備 他在X平台上寫說 今晚和明天 我將在對話前進行一系列的擴展測試 有網友還看到馬斯克還在X上 放了一段為川普當選而做的廣告 那是列根在競選連任時問選民的問題 而在這次採訪前 川普已經比出了他對美國人民的20項承諾 他說拜登政府讓非法移民耗盡了美國資源 而美國的經濟通脹之所以每放月下 是民主黨的能源政策引起的 而他將讓美國成為石油生產國 不僅能夠自給自足 還能夠出口 他還笑話 有候選人票洩了 他要讓小費免稅的主義 而他也承諾會對企業繼續減稅 而那些戰爭 他說他一當選 可能還未就職 就能夠解決了 他也承諾會對中國加徵高額的關稅 很多人都在這裡關注 川普接受馬斯克在推特上的採訪 這個舉動意味著 川普或會重返X平台 那你覺得川普是否會重返X呢? 觀眾可以給我們一個反饋 如果你覺得是就打個1 覺得不是就打個2 多謝各位的支持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 還有記得按個小鈴鐺來訂閱 這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訂閱 按讚 點讚 id